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同时之前也是疫情纾困方案资讯平台的一个坑主 那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猫派 我喜欢猫 那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呢 我想要请大家来做一个练习 请大家在这一张后影片之后按下暂停 花五分钟的时间选择一个你最近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或正在思考的事情 并且拿一张纸把这个事情写下来 好 那你写下来的东西呢 是属于以下的哪一种呢 通常对于一个中学生或是像这样的年纪的学生来说 学校发生的事情 还有在家庭里面与家人的互动 人际关系 包含感情或者是友情 还有成长上遇到的一些困难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上所发生的一些社会议题 通常是你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困难 以及会想要花心思 花时间去解决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要教导大家 如何利用名为专案的工具来解决自己想要解决的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存在很多很多的场合当中 那在口罩工序资讯平台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当疫情爆发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买不到口罩 因此而教理人紧张的 那当时呢 在临时政府里面就有一些工程师 觉得说我们可以开发一个 跟Google地图结合的一个资讯平台 让大家知道说 哪一家超商 哪一些药局 是有目前还有充足的口罩的存货跟货源的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所以它其实就是从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买不到口罩的这个问题 然后它开始发现说 目前相关的资讯很复杂 那如果你要一家一家跑的话 其实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资讯平台吧 然后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Dore miso就把这个平台给做出来了 那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人在用 有些人没有在用 有些人已经转移到其他平台去的Facebook 大家知道其实Facebook最早是Mark Zuckerberg这个创办人 他呢是跟他的朋友 应该是室友吧 在哈佛的宿舍里面 他们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寻找校内的女学生 想当然了就是要跟他们约会 然后他们发现 现在他们目前当时手上有的约会网站 其实都不太好用 那我们干脆就再加一个哈佛自己的一个Facebook 然后把就是校园里面的女同学 那当然最后来把很男同学的资料给输进去 然后让他们能够一起就是找比较好 找到一个约会的或者是聚会的一个对象 那当然随着时间逐渐的演进 到最后Facebook就成为了现在 如今世界上影响力蛮大的一个社群媒体的平台 所以你可以发现的事情是 很多的专案或者说很多很伟大的事情 其实都是从要解决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开始的 那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我们就会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三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会先带大家认识 专案的概念是什么 包含专案的类型是什么 专案有什么迷思 再来是我会希望帮助大家建立所谓的问题意识 也就是在开启一个专案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 以及你当你有了一个问题意识之后 你想要怎么做 你可以如何做 以及你如何跟既有的东西结合 或者是做出差异 再来最后我们想要带大家认识的是 因为在专案的执行过程当中 必定要使用到很多很多的工具 不管是实体上的工具 还是虚拟世界 网络世界中的工具 都会是一样的 那我会带大家认识说 一个专案所需要的工具是什么 以及如何去挑选自己 最适合执行专案的工具 那我们就先从专案的概念开始吧 大家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按个暂停 你思考一下你所认知到的专案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应该有些人已经有了一个专案的概念 或者是已经听过这样子的名词 但是专案的这个词其实还是有非常多有趣的意义 可以让我们去探索 然后邀请大家 现在按下暂停键 花个几分钟的时间来自己思考一下 好 想必大家刚刚在几分钟的时间内 已经大概的思考过 自己认为的专案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必须说 这个概念其实并没有一定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事实上如果大家去看商管系列的书 有蛮多的书籍都会在谈论说 如何去完成一个专案 那一个专案可能要包含企划书 然后包含很多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呢 也是刚刚商管书籍里面所提到的专案 比较多是所谓的商业的专案 但其实在商业的专案之外 还会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专案 一种是所谓的开源专案 另外一种就是自己所做的一个 所谓叫做side project的东西 那什么叫做开源专案呢 开源专案就是指它跟商业专案差不多 但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个专案类型 譬如说大家可能在学习电脑程序的时候 会听过的一个名词 也就是Linux Linux这个系统 之前纽正论节目上说的 就是什么灵性商人所开发的 但其实并不是 它其实是很多很多的资讯社群的参与者 共同在这个平台上 所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套件 各式各样的程式 基于这个Linux的架构 所开发出来的一个套件程式跟工具 它其实某种从来讲 就体现了开源专案的精神 因为大家投入这个东西的开发 并不是为了一个商业上的目的 而是为了要使资讯社群发展更好 让大家有更好的工具 可以去完成自己想要开发的事情 那再来另外一个 很显著的开源专案的例子 就是所谓的Cofax真的假的 这个开源专案 它也是由Glinux临时政府的社群参与者 所共同成立跟逐渐的开发跟发展的 那这个Cofax真的假的的专案呢 它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去 厘清假讯息 厘清不识讯息的一个管道 让大家可以针对这些网路上 散布的不识讯息 去做出一定程度的行动 而且把大家这个行动的门槛给降低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还是在推一下 我之前制作的 疫情纾困方案咨询会诊 就是当时不管是各个县市的地方政府 还是中央的政府各个机关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纾困方案的资讯 那于是我在去年的时候 兴起了一个想要把这些资讯汇整起来的一个念头 那这个就是我跟伙伴们一起制作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再来就是商业专案 就是大家最普遍的商业专案 基本上你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 所有的服务所有的东西 只要是你要用钱去购买的 基本上都会是一个所谓的商业专案的成果 那即使是不用钱去购买的 它其实也可能会带有一些行销的目的 所以也是一个商业专案的一个内容 不管是最近刚上映的Top Gun 好大的一支架 独行侠第二集汤姆克鲁斯的电影 或者是大家可能常常看的一些YouTuber的影片 像我很喜欢的一个YouTuber叫How Fun 那或者是大家可能之前看过的全联先生的电视广告 或者是大家很爱去玩具店扭的各种动物的扭蛋 这个真的蛮可爱的 或者是大家在YouTube上看到的像右下角那张照片是 就是那个Sony音乐的三大歌机 就是YouTuber的Ikula 还有Amor跟Millet 他们合办的一个类似拍摄影片的一个企划 这些东西都会是商业专案的一部分 那商业专案的跟开源专案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会需要带来商业上的一个成果 譬如说带来收入 譬如说带来行销上的注意 譬如说带来品牌识别的注意等等的 所以它跟开源专案是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也是市面上可能最常见的一个专案类型 那再来最后一个可能最被大家所忽略就是自己的side project 那是中间这个就是我上个周末自己在家做的一个早餐 就是把沙拉跟水煮蛋还有火腿放在一起 然后自己泡一杯咖啡这样子 大家可能会想说 诶 这种事情居然可以成为一个专案啊 没有错 因为专案就是要拿来解决你生活当中的问题的 所以只要是能够解决你生活当中的问题 然后跟你日常生活中的工作 或者是学业是比较没有相关性的东西 都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专案 像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做的早餐其实是一个专案 虽然它可能完成速度很快 然后或者是它其实没有花费多少的时间 但它就是确实要解决我肚子饿的问题啊 所以它当然可以成为是一个专案 那或者是我自己有在medium上面发表网址 去记录我一些阅读还有读书的一些心得 那这个东西它也可以作为一个专案 那当然最有趣的就是我自己前年的时候吧 我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曾经有一次被自主隔离在家里面 那时候我很无聊 那我就觉得就是我学校 台湾大学的防疫措施非常的鸟 很北齐 所以我就自己创了一个台大的一个防疫民营 用一个民营粉砖的方式去 试图去奉刺效仿的防疫政策 做出来的一些很荒谬的一些事情 那藉此唤起大家对于这些事情的关注 那这个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side project 它跟开源专案或者是商业专案最大的不同是 它通常是一个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发起的东西 那同时它呢 不会具有 不一定会具有开源专案所说的 它要让大家可以一起参与 一起开源的一个共享的一个专案 就像我不会随便把我粉砖的所有的管理权给别人一样 但是它也不具有商业专案中 所需要达到的一个商业上的成果的一个性质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种类型的专案 就是自己的一个side project 好 那再来就是有关专案的一些想法 大家可以试着花几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以下所列的九个想法 是不是跟你对于专案的印象 跟你对专案的想像是相同的呢 还是相似的呢 那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个迷思破解的部分 大家可以在这边按下一个暂停 花一点时间理清一下 做一个是非题的一个概念 好 我相信大家已经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来判断说上面所列的这些想法 是不是跟你对于专案的印象或想像是相符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做一个迷思破解的动作 基本上来讲对于专案来说 一个专案不一定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就像刚刚讲的一个自己的side project 如果你门槛设很低的话 譬如说你是想要做一份自己的早餐 可能你其实很快就可以完成 那它不一定要花很多时间 那同时它的目标也不一定要很远大 它只要能够解决掉你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成功的专案 那当然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专案当然是可以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只是一个人完成的成果 跟很多人完成的成果 它的层次以及它的完整程度 还有它的成果的远大程度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标准 或者是一个不一样的目标 那当然投入专案的过程 毕竟你就是要花费时间 花费心力 甚至有的时候要花费一定程度的金钱 所以它自然而然会很累人 那当然在专案执行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不管是与你想象中有不同的地方 需要去克服 或者是你要去绕过你行动上 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这些都会成为挫折的来源 那当然最后发布成果的时候会很开心嘛 就拿那个早餐为例 就是我就很喜欢把那个早餐 放上我的IG现实动态 自己发了就很开心嘛 我也是一个很会做早餐 或者是看起来很健康的人 那当然对于三亚规划 专案的执行一定是有帮助的 因为就如同我说的 你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专案的一部分 那你三亚规划当中有很多的事情 其实都可以被放进专案的这个架构里面 然后帮助你去厘清问题 帮助你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些挑战 那当然你在执行专案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认识很多人 你也可以透过开源专案的参与 参与开源专案的社群 那你就可以认识到一起参与开源专案的人 那你就算是做自己的side project 就很像现在很多的自媒体 他们的这些自媒体 可能原本都只是他们个人的side project 那只是因为有越来越多人看见了他们 于是他们就开始可以把他们的触角 把他们的影响力伸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那再来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 他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政治工作 只是这个影响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 有可能是正面的影响 譬如说你的上司 或者是你因为这个专案的发现 或者是制作这个专案 然后因此获得更多的机会 或者是因此认识了自己 让自己知道说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于是就让你从你原来的政治工作 跳到了一个可能更适合你的地方 或者是发觉到一些更为有趣的一个机会 那我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的 就是透过我这一些执行的专案的成果 让我认识到更多的人 知道了更多的机会 然后同时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事情 所以总结一下 专案其实就是要把事情付出实现的时候 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它通常会包括 计划 规划 投入 产出 这些的过程 那其实很多的事情呢 都可以成为专案 那同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 去开启一个专案 专案的内容其实更不用高大上 也不用跟别人比较 只要能够达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就好 那如果是自己开启一个专案的话 那其实自由度反而是最高的 因为内容 产出 以及达到的目标 都可以由你自己来做规划 而你在执行这些事情 在规划这些过程的时候 你会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练习 请大家就是也是可以拿一张纸 或者是直接看着音乐都可以 就是按下暂停键 然后思考一下以下的合者 这八件事情当中 对你来说哪一些是一个专案 那如果它是一个专案的话 试着按照前面提到的那三种不同类型来分 它们算是什么专案呢 好 我相信大家已经花了一些时间 来思考这八项事情 所以它不是一个专案 那第二个 就是最近很红的 Cheeky Cheeky Bomb Bomb的那个派对卡孔明的OP 这个歌曲 那这个歌曲呢 对于歌曲的发行人 那些动画的制作方来说 它可能是一个专案 制作一个OP的专案 但是对你来说 因为它并不是你参与行动的 所以它对你来说 并不是一个专案 它对你来说可能就是单纯的一首歌 那第三个 看到报告同族族缘百烂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大家都会有的 一个经验 那这个愤怒呢 它其实是一种情绪 那因为它不包含行动的性质 所以它不是一个专案 第四个 想要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 于是开始每天写一篇网志 要注意咯 这个主词应该是你才对 所以说如果你有这样做的话 那代表你付出了行动 所以这当然是一个专案 那它并不是一个商业的内容 它其实就是 你自己所完成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就可以是一个自己的一个side project 就是这样子 那第五个事情就是 自己写了一个小常识 然后放在gethub上 那gethub它其实是 程式或者是所谓资讯社群当中 蛮重要的一个交流平台 大家会把自己的程式嘛 放在这个gethub的平台上 让大家来做检视 然后或者是从gethub上 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这个小程式的成果呢 因为是你自己投入行动所阐述的 所以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专案 那因为gethub它其实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平台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可以算是一个开源的一个专案 那第六个 暑假作业中的阅读心得 这个阅读心得呢 虽然它看起来比较像是学校指派的作业 不过它其实 应该也可以算是专案的一种 只是它可能就不太是传统的那种side project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 side project好像就是要在课业 跟你的正职工作之外 在发展出来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种阅读心得的话 它就可能就会是介于就是一个不是side project 但是你自己投入的一个专案 第七个 为了准备考试而去上的补习班的课程 那你虽然投入的行动没有错 但是老实说 因为你并不是一个自己去设计这个课程的老师嘛 所以如果从你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它就是你买的一个服务 它就是你所购买的一件事情 对于补习班老师来说 他要去设计这个课程的话 那它就会是一个专案 那第八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同仁制展场贩售自己 设计的同仁制啊或者是周边啊等等的 那这个东西呢它呢就会是一个你投入自己行动 然后它同时也具有商业上的价值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是看似一个你自己行动的一个商业的一个专案 所以要记住的事情就是专案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就是要有一个你自身的一个行动才行 就如同我刚刚一直不停在讲的 我是以自身的行动 有没有存在在这些概念当中 来作为区别的一个标准 好那在做一个专案的时候 通常来讲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图表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来检视一下你目前专案进行的时候的状态 一般来说专案是由一个想法所驱动的 那我们下一个部分会讲到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然后再来就是想法会启动行动嘛 所以行动的话可能就会包含收集 你这个行动所必要的一个资讯 那有些专案的内容呢 它可能就是把收集来的资讯呈现出来之后 就会是一个专案的完成 但有些专案的话可能会需要更进一步 你除了呈现资讯之外 你还要去想办法的去达到 譬如说改变现状啊 或者是完成一件事情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来就是修正方向 因为你在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困难 那这个困难可能会让你不得不去调整 向你专案进行的方向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你如果这些成果是要发布出去的话 那就要来发布消息这样子 所以它会是一个在行动跟修正的过程当中 不断来回反复的一个过程 直到你达到你最初这个想法 所想要达成的目标 在下一个部分我们就即将来探讨的是 我们要如何去找到我们的想法 也就是问题意识的部分 问题意识部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想要透过你的专案来达成什么目标 因为所有专案的开启都是来自于问题跟目标 然后问题呢 它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传统我们说的课堂啊 或者是课本啊 上面它所标示的一个习题 那这个习题可能通常是一个有一个规律可循的 或者它其实是要帮助你去熟悉某一个概念 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应该是你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 也就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请大家拿出一张纸写下来的东西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的专案需要去解决的事情 那当然对同一个问题来说 你呢 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目标 譬如说 对于如何跟你吵架的好朋友和好 你可能会有很多个不同的目标 譬如说你想要知道的资讯可能是 我该不该跟他继续做朋友呢 那这个是你会想要知道的资讯 或你想要达成目标可能会是 我想要跟他和好 那这个可能是你想要达成的目标 那它的根源呢 都是来自于人类最根本的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欲望 也就是所谓的好奇心 欲望的话就是 你想要跟这个人当朋友 你想要获得这样子的一个人际关系 好奇心就是 你想要知道你在他的心中扮演着什么样的地位 而你也想要知道说 他对你来说 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那这个就是透过专案可以达成的目标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 当你有了这个目标之后 第二个不妨害就是你要去分析的是 在这个专案之前 有什么既有的专案 NGO所提出来的行动 或者是政策的吗 那这个东西呢 至于个人的side project来说 蛮重要的 那对于开源专案来说也蛮重要的 对于商业专案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既有的专案 NGO的行动 或者是政策 都可以为你的专案提供一个方向 提供架构来节省你在投入在这个专案上 需要去进行摸索的一个时间 那这些前面的专案 它所有的一些架构的缺陷 它也可以成为你想要执行的专案 所切入的角度以及重点 譬如说你想要成立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是来帮助高中生 在108课纲的这个教学制度下 用更方便的一个方式 去展现他们的特质给大学教授看 那这个的话 你可能可以去做盘点的就是 目前既有的学校 或者是一些教育的组织 公民组织 或者是政府的教育部 各地教育局的政策 有没有类似的行动 有没有类似的行为 那你在盘点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就可以找得到说 为什么他们把行动都聚焦在某一块事情上 是不是那一块事情特别需要去做处理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 你可以找到的是 可能为什么他们都没有了解 真正第一线的学生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缺陷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专案 可以去切入的一个角度 或者是重点 第三个最重要的是 你的资源 他们拥有的资源 跟你所想要的有的资源 或许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譬如说政府在执行政策的时候 以刚刚的108课纲的一个案例为例的话 就会变成是 各地的教育局 他们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 可能也会需要来自第一线学生的回馈 那你或许就可以成为这个回馈者的角色 进而去协助整合你自己的专案 享有的一些优势 以及教育部 教育局 他们所拥有的一些资源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对于各位中学 或者是还在学的学生来说 有两个事情是相当限定的 而且是你们才能够享有的 就是所谓的年龄红利 以及视角差异的部分 什么叫年龄红利跟视角差异呢 这个就会带到我们第三个部分 就是专案与这些东西的差别是什么 年龄红利的概念是 同样的事情 越年轻的人来做 他会显得更有价值 就很像是 我们常常会夸耀很多少年的天才啊 或者是天资聪勇之类的事情 那如果要正向的例子的话 可能会是像我这边的图中 所举例的Grader Sandberg Grader Sandberg他其实并不特别 为什么?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跟很多在奋斗 在呼吁大家关注 环境变迁 呼吁大家关注气候变迁的人 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但他做的事情 为何可以领起大家的注意? 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 还是一个学生 甚至还是一个国中神的身份 这个特殊的身份 让他拥有了更高更高的价值 而让大家也更容易去接受 这样子他所想要表达的观点 那虽然他表达的观点不成熟 或者是有一些相对争议性的行动 但依然不解 他在社群媒体上 他在政治场域上 所拥有的一个影响力 那同样的视角差异的部分 大家可能蛮熟悉的就是 旁边是我们的那个 国王排名里面的波吉 他本身跟其他人的种族 或特征是不太一样的 他是一位障碍者 那这个波吉他做障碍者 这个特别的族群 所带来的一个特别的视角 也常常会有一个帮助 跟颠覆的效果 就好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大家对108课纲可能会有蛮多的看法 但是决策者可能没有办法 完整的知道大家的想法 尤其是来自第一线的学生的想法 是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接受的资讯来源 是来自于学校的老师 来自于家长 来自于学校的行政主管 以及那些可能跟他们开过会的人 但是对于一些中学生来说 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 那这些中学生 他可能就构成了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族群 来帮助我们去好好的修正前述 讲到的既有的政策跟架构 也因此年龄红利跟视角差异 就会造成你在执行这些专案的时候 可以去发展一个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东西 那有了这样子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部分之后 大家才会愿意把它投入资源在里面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投入资源去做一件 之前已经做过 然后没有任何不同的事情了呢 也因此如果是想要跟既有的政策 既有的行动做出结合 或者是做出差异的话 那这部分是要特别去处理的 也会比较有重效的一个可能 这边举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吧 疫情纾困方案资讯会诊 当初是怎么开始的呢 我们那时候的问题就是 有人提到了 是不是没有会诊 各个纾困方案资讯的一个共笔 这是在2021年去年的5月的时候出现的 那我那时候赶快在慢跑 所以我就想说 诶 这感觉蛮有趣的 那我们就来开一个共笔吧 于是我就开了一个共笔 然后来负责去记录这些相关的资讯 那开了一个共笔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做刚刚提到的 这个想法已经成型了嘛 所以我们开始行动 于是我们就开始收集大量的资料 包含中央政府机关 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关的出困的资料 而且我们发觉 啊 资料真的太多了 就是同样的领域 譬如说观光啊 或者是艺文啊 可能中央有一套办法 然后地方又有一套办法 然后中央跟地方的办法 又还有互相的关联性存在 那同时这些资料太多 而现在在G0 v 临时政府 开源社群上的一些专案 其实是并没有包含到这个部分的 于是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 这些不同的政策 针对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产业 所相关的疏困资讯呢 去做一个标签化的整理 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 比较方便去做索引 去做搜寻的一个网站 于是我们就用上了 Airtable Shit side的方式 去呈现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然后把这些资讯呢 反复的做修正 譬如说我们 诶我们这边要贴什么样的标签 比较好 把它放到一个特别的类别去等等的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反复的进行 到最后呈现出来的 就是我刚给大家看的 那个图片的网站 接下来 讲完案例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这边的练习同样也是要 请大家听完我的指示之后 按下暂停 然后花几分钟的时间想一想 这个练习叫顾问练习 我设计了四种不同的情境 希望你呢 作为这四种不同情境中的主角的顾问 那你来提供他们行动上的一个建议 因为问题都已经摆在这边了 剩下的就是要撐出行动 让大家练习一下 大家可以先按下暂停键咯 相信大家已经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去模拟了 你作为这四个情境当中的一个朋友 那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 或者是你想要提供的建议是什么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吧 首先我必须要想说 这些东西可能是我自己 对于这个情境所提出来的一个行动 那目的只是要展现给大家看说 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思考行动的一个思路是怎么样子的 但是这边呈现的行动 并不代表的是真正完全正确的一个行动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所以在A 家人不了解自己的想法 只想要一味的情绪勒索 我想这个在譬如说 选大学志愿 选高中的时候 甚至是选类主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会遇到一样的一个状况 那可能108克刚的话是选班群吧 选班群的时候大家会遇到一样的状况 这个时候我会思考到的行动可能是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跟家人沟通的方式 或者是去呈现你想要做出选择的一个资讯 然后或者是厘清为什么家人不希望 或不信任你的一个想法 毕竟可能要想厘清原因才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嘛 所以他可能会有好几种不同层次的一个行动类型 那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思考哪一种 对于主角来说可能是最适当的 第二个觉得自己英文能力不太好 但是他想要出国留学 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想到的行动就是 因为我自己以前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那时候觉得我的英文能力不太好 但是我想要去香港读书 所以我就自己开了一个学习英文的side project 就是每天阅读英文的新闻这样子 那或许大家还可以想上的是 诶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整理相关学习英文的资讯 方便自己做参考呢 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行动的一个方式 C 学校老师没收的规定超级不合理 而且没收之后就不会归还了 其实这应该是有点违反 就是中等学校教育法 它其实有点违法的一个边缘了啦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的行动可能是 譬如说若从学生角度来看的话 你或许可以去收集 学生对这个制度相关的意见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的联系行政机关 联系教育局或联系教育部 去跟学校部教育局讲这件事情 跟他们反映所学校这样违法的事情 或者是你可以譬如说跟老师 有些可能对学生比较友善的老师去串联 让这些老师在一些能够改变这个规定的行政会议上 为学生来做发声 这个都是可以采取的一个行动 那最后一个 因为疫情的关系需要隔离 但是相关的资讯是非常的混乱的 这个应该算是大家目前所面临的一个状况 就是可能各地县市政府 对于如果是有学生染疫的话 那要如何隔离到底是0加7呢还是3加4呢 可能他的资讯是非常混乱 那如果遇到期末考期中考 如果有要交作业的话怎么办 那或许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你自己可以开个平台来整理相关的资讯 或者是你可以让班上的同学加入一个聊天的群组 然后每个人轮流来找资讯去关注相关的资讯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去尝试的一个行动 那我想要透过这个练习告诉大家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事情 它其实都能够成为开启专案的契机 而你在开启专案的时候 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有没有什么在这个专案的行动以外 其他的行动 或者是你更想要达成的目标 这些都是可以去做反复思考 而且永远都会有不同答案的一个处境 那你只要选择 对你最好或最适当的一个方法去解决就可以了 好 再来的练习呢 是想要请大家拿出刚刚写的那张纸 并且把你的问题跟可以采取的行动 花几分钟的时间写成以下的句型 这边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把这个句型给完成 刚刚你们已经有问题了嘛 那你们的问题呢 是涵盖了哪一些使用者族群呢 自己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使用者族群喔 就是不用太担心 不要想说我一定要写一个高大上 金氏祭名 然后舍己为人这些东西 其实并不用 就如同我说的专案其实是可以跟自己有关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为自己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关注的族群的话 非常欢迎你把你关注的族群 以及你所看到的问题写下来 好花几分钟的时间写下 为了解决某使用族群 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或困难 然后你的专案呢可以提供某种的解决方式 再做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那你想要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那再来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你要去分析你既有的一些方式 是有什么样的区别的嘛 譬如说就算是你自己要学习英文的话 你自己开一个side project 跟你去补习班补英文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其实也是可以做个比较的 所以后面的部分 就是要让大家来做一个比较的部分 现在就请大家按下暂停 花几分钟时间好好思考这件事情 好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思考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推动你的专案了 就是在行动和修正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反复去尝试努力 然后最终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管你是要做任何的行动 还是你要跟你的伙伴 如果没有伙伴也没关系 就是你要跟你自己沟通的话也可以 就是来做来回的修正的话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工具 你要有一个工具 你才有办法去做出这样子讯息传递的媒介 你要有工具 你才有办法记录得下 你所有行动所得来的成果 你要有工具 才能过去收集相关的资讯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课程的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要探讨的就是 专案使用到的工具 会是什么 那除了目前使用到工具之外 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工具 以及自己跟伙伴最喜欢的工具 会是什么样子的 好 我们接下来先看 第一个部分 如何去挑选好的工具 那这边的工具呢 可能跟大家所想像的工具箱啊 螺丝器子啊 或者是老虎钱啊 可能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是数位化的时代 那开启专案来说的话 现在很多的专案都是在数位的环境 比如说网路的文件 或者是聊天的群组都开启的 那当然如果你要真正做手桌 比如说你要打到一张桌子的话 他可能还是会需要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工具 但是如果是想要解决一些 生活上遇到的问题的话 其实可能资讯工具 会是一个大家更加常见去接触到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如何挑选一个好的资讯工具 你的目的应该是要藉由这个工具 来完成什么事情 那你在挑选资讯工具的时候 所要做的三大的原则是什么 第一个原则是目的 你想要透过这个工具 来完成什么事情 来解决你遇到的什么困难 这个是跟目的相关 如果你挑选了工具 没有考量到你想要的目的的话 可能还可以用 但是非常非常不顺手 或者是他完全无法运作的状态 譬如说你想要透过YouTube来发照片 但其实YouTube 它本身是为了影片的内容来发布的 它不是为了照片的内容来发布的 如果你要开启它能够发照片的 那个社群的功能的话 你的订阅数必要达到一定的门槛 所以它就会跟你的目的是不合的 这个就是目的部分 第二个是所谓的方便性 它包含了非常多的概念 譬如说通用的平台 像现在大家工作的 或者是完成事情的场域 已经不太只限于是传统的桌上型电脑 或笔记性电脑 平板或手机这些行动装置 也会成为大家去使用这些资讯工具的一些场域 那这些工具呢 它只能够在桌上型电脑上操作吗? 还是说它平板电脑或手机也能够操作呢? 那这个其实就会是一个方便性的用具了 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威力导演 威力导演以前是只有能在桌上型电脑 以及笔电上去运作 但它现在也退出了行动版的工具 那它的方便性相较于其他 它只能够在桌上型电脑的 运作的剪接软体来说 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更加有优势一些 虽然它可能没有办法完成太高品质的剪接 但是就会的 那样的目的就是 你的目的如果不是要完成那种高品质的剪接 而是要做一些简单的剪接的话 威力导演在方便性的这件事情上 它其实应该是胜出的 那再来另外一个方便性就是在考量到 你这个工具 它所需要的网路跟设备的需求 最简单就是版本啦 你的这个软体是不是只有iOS上有 或者只有Android有 那这个其实就差很多了 或者是你的这个软体 它是不是有一定的网路跟设备上的一些需求 如果你的网路低于某一个平宽的话 它就会自动死掉 那这个其实也会差很多 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支援的功能 它也没有支援某一些特定的功能 那其实也会是你在方便性的部分 手要考量的部分 再来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习惯 那是不是跟日常的使用习惯相结合呢 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社群媒体里面 除了Facebook以外 还有IG啊 推特啊 Snapchat啊 TikTok啊 还有YouTube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算是一个社群的软体 但是大家最常见的 以台湾来说啦 可能还是Facebook跟IG吧 那如果你呢 选择了一个发布的工具 那你想要发布到推特上的话 那它的发布的内容的形式 跟篇幅 跟能够搭载的媒体的形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你如果原本是习惯在Facebook 跟IG上发文的人 你一定会感觉到非常不习惯 举一个对象的例子 推特是没有现实动态这个功能的 那这个习惯 能不能够跟你的日常使用习惯相结合 就会是你选择工具时需要考量的 习惯这个东西的面向 好 再来我们要谈论的就是一个专案里面 可能会遇到的工具的内心 我大概把它分成了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个是协作工具 包含了记录软体 会议软体 以及沟通软体 第二个是资料工具 包含了列表用 文字用 以及发表用的工具 第三个是美化的工具 这个可能就单纯就是美化工具 所以就没有再特别细分 那再来第四个是发布的工具 包含了网站 网织 还有列表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一项一项的来看 协作工具 记录软体的部分呢 就是要记录你专案的相关的资讯 那其实导致说 目前很多的笔记软体 它都有所谓协作的功能 就是让大家 不同的使用者 可以透过不同的装置 一起完成这个笔记 有点类似完成共笔的一个概念 那功能比较强大的就是 HackMD Notion 这种非常强大 它可以相容很多很多不同的笔记内容的软体 那普通好用版的话 可能就是Google系列 Google Doc之类的东西 那直觉记录版的话 像我觉得Evernote 或BareNote 这两个软体 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直觉 直接打字 它可能在呈现的形式上 有一些限制 它可能没有办法相容于很多不同的资料 但是就是它就是很好用 或者是它就是很直觉的东西 好 再来会议软体 你在状案执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有伙伴加入的话 它会是一个需要开会的一个状态 所以开会可以讨论用的软体或网站 那或许它可以把它分成的是两种 第一种是你开会 会议实际发生的平台 那当然这个平台呢 其实也可以很简单 用实体的会议来解决 只是如果你的伙伴时间或地点 刚好无法对上 或者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必须要做远距的线上开会的话 那这个就是要考量的一个部分了 那约会议时间的话 底下会直接讲 算了 我们先来讲开会的平台 开会平台的话 基本上你能够让大家一起通话的平台都可以 譬如说开源软体的话 就是Jesse可以来用 大企业的话 就是Google Meet Team 都算是蛮好的一个工具 社群媒体相关的话 LINE Facebook Messenger 它其实也都可以允许 大家来开会的时候做一个讨论 那当然还有其他 比如说M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用过 或者是YouMeeting 就是训练科技所推出来的YouMeeting 可能界面没有到那么的直觉 等等 这些软体都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的选择 那约会议时间的话 比如说群组投票 其实就是一个约会议时间的一个功能 那Doodle 它其实也是可以拿来做约会议时间的一个方式 等等的 那这个就是会议软体的部分 最后一个沟通软体 因为你的跟伙伴的沟通 或者是跟其他外界联系的管道 不一定会在会议的时候发生 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 能够让你用讯息联系用的平台 那可能更好的是 它能够帮助你记录下一些 比较重要的联系过程当中 所伴随产生的一些档案 比如说照片 文件 列表等等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会把它分成社群相关 跟非社群相关 社群相关的部分指的就是 它是跟你的一些社群媒体的使用的软体 是编结在一起的 比如说Facebook的Messenger 它就是一个很直觉性的沟通软体 你把它拉 大家拉进一个Facebook的Messenger的群组里面 就可以在里面可能丢文件啊 丢聊天啊等等的 就可以讨论事情了 但是它呢 很重要的事情是 因为你自己本身 Facebook 可能是一个你比较私领域的东西 或者是LINE 可能是一个比较你私领域的东西 那你是不是要把你的工作的会议记录 或者是沟通的记录留在上面 那你可能就要去考量到这个专案的讯息 跟其他领域的影响 那如果是非社群相关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因为你平常不会透过 这些非社群相关的软体 譬如说Slick 就是现在工作的SAS软体里面很常见的Slick 或者是Jandy等等这种比较少见的软体 那这种非社群相关的软体的话 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你有没有办法去设置所谓的提醒 让你不要去漏接所谓重要的讯息 以及这些软体跟你的相容性是如何的 就是你自己使用习惯上的相容性是如何的 好 再来是资料工具 资料工具的话大致就分成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列表用 列表用的话就是你整理一些数据的资料 那譬如说你在做coding啊 量化一些资料的时候去整理说 每一笔资料包含哪一笔 哪一笔地方有几个人啊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它用来整理数据资料的话 会比较建议有列表用的一个资料 那它也可以透过一些外挂的软体 来作为建置网站或分析图标的基础 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Google试算表啦 Google Access 然后还有就是Airtable 这个表格的软体 它都是列表用的一个寄质工具 那如果是文字资料的话 直信访谈啊 或者是直信分析啊等等的文字资料的话 那可能就是用Google Deck 或者是笔记工具 其实都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 它的目标就是要来记录文字的资料 记录直信资料 记录主字稿 访问稿等等东西 那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发表用 因为你的专案 不管是商业的专案 还是开源的专案 可能到最后都要有一个发表 然后让大家愿意投入资源来支持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使用一些投影片的软体 然后来做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报告 那共用的话 网路上共用的软体的话 就包含Google Slides Prezi 或者是Microsoft 360 那如果是比较特定的话就是PowerPoint 然后还有Keynote 这种东西 这样子 所以它会变成这三种不同的软体 来依照你的需求 以及想要呈现的资料 去选择相关的软体工具 好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美化工具 美化工具其实最简单就是修图啦 或者是呈现影片嘛 那它其实就是图片的美术修正 像是Keynote、PowerPoint 它其实都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功能 譬如说拆切 或者是把它调色 或者是跟其他的图片拼在一起等等的 这个是Keynote和PowerPoint 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它们同时也可以输出图片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把 而不是只能输出头影片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修图的 有很多人就是选择说 如果不会用比较高阶的修图软体 例如Photoshop或Illustrator的话 那我就会直接在Keynote或PPT上完成 这也是合理的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选择更高阶的 譬如说Photoshop或Line Room的话 做比较专业度比较高的软体的话 那代表你能够达成的事情 就更多了 那这是也可以考虑的 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发布工具 发布工具的话就是网站啊 网制啊 列表啊等等的东西 简单的说就是要呈现相关的资讯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看你自己想要呈现的资讯 是长什么样子 来作为你发布工具的选择 除了以上的工具之外呢 要特别记住的事情是 永远都要记住拥有其他的选项 工具的选择永远都会随着目的规模 规模则是你专案的规模啦 以前可能是你一人的专案 或者是一个小团队的专案 跟你到最后发展成一个数十人的团队的专案 那这个规模就不太一样 以及科技的发展 以前我们都用World的来排版 但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更好的排版软体 比如说InDesign 或是Illustrator等等的东西 而改变 那明白自己在工具上 永远都会有其他的选项 这样子的话 你在工具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会比较自行 有安全感许多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有一个 能够比较开放的一个心 然后能够去多多的尝试不同的工具 那面对不同的工具有相关资讯 其实老实说很多的资讯网站 都会介绍不同的工具 例如Evernote 当初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大神在介绍Evernote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 在介绍一些新兴的笔记软体 例如Union 或HackMD之类的 那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做尝试的 那以案例来说的话 我们疫情纾困方案资讯会诊 我们用了哪些工具呢 我们可以发现的是 我们用的记录软体是HackMD 用来记录整个专案的共笔 然后我们会议软体 用的通常是Google Meet 因为它是最直觉的一个会议的软体 那我们沟通软体 是在Stack上开了一个群组 来做一个沟通讯息联系的一个管道 那我们在资料呈现上来讲 我们文字用的资料 譬如说找到一些直信的一些资料 或分析的话 是用HackMD来做记录 但是因为 县市相关的资料的话 我们还是要用列表的工具 像我们结合了AirTable 跟Google Sheet的方式 来作为就是相关的资料应用 那最后我们发表的用 因为我们要在譬如说 G0V零食政府的大手 黑客松上 走活动上去宣布我们的成果 那我们就用Google Slides 来制作我们的发布的后一片 那我们美化工具 我们在图片上美化 我们用的是Photoshop 然后我们发布工具的话 我们用的是 选择了网站 作为我们的发布工具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结合 其他的社群媒体之类的 但是我们的网站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资讯呈现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就用 Sheet-asite的一个方式 让它可以很轻松的用Google Sheet 把它发布成一个 比较正式的一个网站形式 好 这就是一个练习了 就是大家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 停一下 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设计师练习 请帮以下的专案 想到一个适合的工具 并且依循目的 方便性与习惯的原则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大家可以按下暂停键 花几分钟的时间 思考一下 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好 相信大家都已经花几分钟的时间 做完这样子的练习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看一下 像A情境 公民课的分组作业 组员间要联系讨论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考量的就是 联系讨论的目的 那或许要用的就是所谓的写作工具 然后写作工具的话 跟人家包含就是所谓的讯息工具 因为不管是约时间或者是沟通练习 用讯息会是一个比较方便的选择 而不是用一直在约开会 然后每次的事情都只能在开会上完成 所以你要选择是讯息工具 那虚拟工具的话有很多啦 LINE、Discord、Messenger都可以 就是看你的使用习惯 以及你的伙伴们的使用习惯 来做讨论就好了 你自己练习跑步的记录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直信的工具 或者是比较资料的工具吧 那你可能就是用一个列表的软体 来作为记录 或者是你可以用其他更为specific 更为特定的运动软体 譬如说Nike 他们自己有出一个软体 来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Garmin 他们也有出一个软体 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用他们来做一个记录 这样子 好第三个情境 班联会学生会的干部 他在校庆时摆摊 那要发布相关的消息 那他的发布工具呢 可能会是 譬如说宿租自驾的一个网站 在网站上发布大量的消息 或者是他们可以直接加一些粉专 或加一个社团 在粉专跟社团里面 发布相关的消息 所以他就是一个发布工具的一个部分 那第四个 想要发起一个抗议学生制服规定的活动 那你想要记录学生的意见 这边记录学生意见 可能会是一个列表工具 因为可能是学生 对于这件事情的满意程度 他是一个比较量化的一个问卷 或者是 他可能是学生的访谈记录 去直接记录学生第一线 他们心里面的真实想法 他就是一个叫直信的访谈记录 所以你就要先辨析说 你想要记录下来的意见 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记录 好 好 再来就是第一堂课的最后一个练习 我们希望你答出你刚刚写的问题的那张纸 把你完成的那个句型后面 加上以下的段落 并且把这个段落完成 为了完成这个专案 我需要用什么样的工具 来达成目标 而工具的部分的话 就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 这个就是不同的工具阶段 所要使用的工具等等 好 那就请大家按下暂停 花一点时间 至少五分钟吧 去思考一下 你在不同的阶段 协作工具 美化工具 发布工具 记录工具 需要什么样的工具 来达成你要的目标 好 我相信大家也花了足够时间 去探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有一个下周预标的概念 那我们下周呢 会延续着我们这周的内容 然后我们会来谈 团队建立 谈伙伴关系 以及谈 专案上路之后 最重要的 专案永续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呢 是帮助大家 建立一个 专案的开启过程 希望让大家 都能够跟 途中的 非哥与小伙的非哥一样 都可以跟伙伴 或跟你自己说 因为我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了 把你们的想法 付诸行动 谢谢大家 我们第一堂课 就到这边 告一段落 请不许多论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